记者肖于新台北报道,为解决空污议题,空污法修正草案日前三读通过,其中加延出厂10年以上老旧车辆排气标准,7.3万让的一,二七老旧柴油车将面临态患。 全国老汽机货车自救会合作一联盟金号赵500辆卡车、工程车等老旧大货车环绕环保署周边道路,要求政府购买新车让驾驶无息贷款,驾驶每月用盈余三分之一偿还车贷,没盈余时比照学贷延后偿还。 数百辆老旧大货车今天骑聚环保署前的中华路慢车到西阔抗议,上午在爱国习路、中华路、宝庆路等都能看大货车缓慢朝环保署门前靠近,甚至不少老旧古董汽车、二行乘机车也前来声援,全国老汽机货车自救会痛批,空污法式继劳机法修武之后,执政当局再次出卖劳动大众, 像打财团大资本让不妥协,空污法一方面加强控管老旧车辆等移动污染源,另一方面却放纵固定污染源,甚至允许固定污染源可以透过购买来抵换排污权,明目张旦为财团开后门,全国老汽机货车自救会高雄区代表严坤全表示,每个人都要好的空气,但是台湾不是生产车子的国家,买车价格相当昂贵, 因此应该由府政府购买车辆,让驾驶无息贷款,盈余的三分之一拿来缴车款,若经济不好,没有盈余就像学生贷款一样顺颜,若车辆损坏或无法经营政府再将车辆收回,这是最好的办法。 严坤全说,若今天上午的陈情没获得合理回应,不排除前往民进党全贷会的现场原山大饭店陈情抗议,让政府听见劳动百姓的呐喊。 环保署表示,为协助车主泰出高污染老旧柴油大货车,以言以低利信贷方案报行政院核定中,将由环保署提供信用担保,协调银行提供优惠分期利率,约3%至5%,同时环保署在补助1%利息, 进一步协助车主以分期付款方式换购符合最新标准的新大货车,预计执行7成到111年,投入经费约170亿元,全万余核定后紧速实施。 另外,既有的淘汰大型柴油车补助办法,平均每辆补助20万元及大型柴油车加装滤烟气补助办法,每套滤烟气最高补助15万元, 也会配合延长补助期限到111年。环保署表示,在加延出厂10年以上车辆排气标准部分,为了让车主有足够时间阴影,规划自112年起, 1到3期柴油大货车要符合4期标准,95年10月1日实施,距今12年前的标准, 若车辆车矿晶圆厂保良厂确认没有不当善调或改装,车辆马力因为自然烈化而达不到管制规范, 只要黑烟符合规范,车辆仍可正常使用。